日本的九州开始发展了一种特别慢的铁道 过去大家在追求高铁 日本新干线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高速铁路 但是现在日本鼓吹的叫做慢火铁道 让我们来看九州 因为你只有在很慢的铁道上 才能够看到您一些最美的风景 天花板上绕富历史感的雕花玻璃 透出优雅的柔光 旧式的原木窗框外 清脆的山巒 以及海面上五彩变幻的日出交错出现 这是日本J2九州 十月才推出的顶级九州豪华猎城之旅 房内布置低调升华 联系连台都有讲究 乳白色瓷器上眼锥着淡雅的小花 这是由日本人间国宝 十四代酒井田市优味们 亲手烧制的优田烧 大事已于六月过世 这些作品更显珍贵 这些作品更显得很高兴 最高的空间和最高的时间 这些作品更显得很高兴 这些作品更显得很高兴 周山海之媒 尽管这个顶级铁道友团废 四天行程 一人要价十一万到三十万台币不等 但2014年六月起的名额早已预定一空 因为在高铁 此复到处跑的时代 人们开始怀念起老式 缓慢的铁道友 战后的日本 追求科技全力提速 从时速300多公里的新干线 到时速500多公里的磁幅列车 安全便利超越一切 从东京到札幌 1000多公里的路程 原本要耗去一整天 现在坐新干线 不到四小时就能到 渐渐的餐车少了 卧铺列车也退出运输舞台 以往一家人出游 悠闲的铁道时光 好像成了上世纪的回忆了 在慢活仪式抬头下 古老的餐车和卧铺 有了新的风貌 1999年运行的JR东日本 Cassiopea 先后座号特级列车 是九州七星推出之前 日本最高贵的卧铺列车 东京到札幌 行车时间长达17小时 一间房间2万台币起跳 是普通新干线票价的一倍 还是常定不到位 九州的肥萨城铁道 推出的Orange Cafe 慢活主题是吃 把熊本与路尔岛间 短短120公里的旅程 拉长到三个多小时 让旅客能眼睛望着辽阔的东海 嘴里吃着卢尔岛黑猪肉料理 悠闲度过三小时 Orange Cafe 2013年3月才上路 就已经让费萨局铁道的收入 比前一年增加了20% 日本各铁道公司 陆续推出铁道行程 一方面慢活热当然是原因 另一方面提到业者 开始放言这本金字塔顶端课层 目标课层的转换 与这十多年来 日本消费族群的变化有关 2000年以来 日本走向M型社会 中产阶级消失了 同时间 日本拥有随时可动用资产 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层 过去十年 从120多万人增加到182万人 人数上在全球仅次于美国 虽然在2013年的这波 日元贬值 可能有30万人 跌出富人圈外 但剩下的150多万人 仍扛有高达3兆台币的商机 铁道公司的豪华油 打着独一无二的体验 正好能抓住 近几年刚退休的富人客群 因为他们手头宽裕 乐意接受新的挑战 在为铁道公司增加营收的同时 又能在慢火的包装下 让旅客在各个景点 长时间停留 拓展地方消费 创造双赢局面